很多新手妈妈在在乞年的过程 都抹断过乳腺撤掉的 乳头破皮 甚至乳腺炎钉 既美病院有入保健中心标识 经过研究报告 这种乞年型的乳腺炎 发生的记率大约3%到20% 而且要轻轻发生在乞年过后的两三礼拜 如果乞年妈妈发现乳腺撤掉的 会症、会痛、甚至出现硬块 发生定就要趕快来找乳腺 乳腺炎就是乳房组织发生发炎反应的一个现象 那最主要的形成的原因 还是因为它的乳汁移出不是那么的有效 变成乳汁预计在乳房的组织里面 所以最后就会产生一个发炎反应 那在密乳期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乳腺炎 我们叫做密乳期的乳腺炎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单边的乳房发生 也有少数会两边的乳房一起发生乳腺炎的情形 那如果是单边的话 患处就是有在发生乳腺炎那边的乳房 可能会摸到疼痛的硬块 那摸起来有可能会热热的 那也可能皮肤上面会有泛红的情况 那妈妈也会觉得那边的乳房的排乳量也会有减少的情形 那如果说妈妈要有合并发烧胃寒甚至是全身痠痛无力 或是很疲倦这种全身性的症状的话 在我们来看应该就是一个乳腺炎的一个情况了 基米医学中心富山坡经过最近五年 处理乳腺炎妈妈相关问题超过五百年处的治疗经验 信不信了解乳腺炎妈妈这种心心的疼 他们处在近年处理的国际人情 乳腺炎的顾问 IBCLC的主角 希望提供乳腺炎妈妈专业是一个围告 让新手妈妈可以增加乳腺炎的信心 带让新闻音跟彩虹波德